Zither Harp 到底为什么 你的眼睛那么大 脑子里太多 鱼翔人的想法 之间触碰的瞬间 期待你的反应 会有什么对话 你要去哪里啊 我能否跟着哪 雨下的那么大 你又在哪里呢 如果此刻不能拥抱你 想呼吸没办法 我真的没有想过 今天是新奇迹 整个脑海里 全都是你 放下一切去见你 My baby My baby In this sunny sunny day Would you stay with me 你买这么多早餐啊 对啊 你肯定会着急 如果我来晚了 明天早饭被他们发现了 这样咱们的关系不就暴露了吗 所以我早早就来了 然后你又开始担心 如果我给你买了不给他们买 这样也很奇怪 所以呢 我给他们也带了 我给他们也带了 然后你又开始遗憾 如果我给你买了给他们也买了 这样的话 岂不是一点女朋友特权都没有了吗 然后我给你准备了爱心袋 怎么样江老板 还行呗 你猜我喜欢吃什么 什么 我喜欢吃吃的望着你 好好好 好了 现在下来说正事 战略合作的事情 我已经安排落实的法务 给你出合同了 记得过一下 好 早安 早安 你们来了 昨天你买的早餐一块吃啊 你买的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买顿早餐就能收买我们吧 不是现阴庆 果然很可疑 她的敌意怎么这么重 大家好 大家好 安妮拉你来了 想不到贵司还有吃早饭 这种习惯 早知道呢我就早点来了 莫总 你好啊 你就是那个安妮吉拉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今天你会来 所以只买了他们 没关系的 这儿有这么多 我们可以一块儿吃 算了算了 又不是特意给我买的 我就不吃了 对了 你们就先吃着 这儿我呢一会儿给你们讲个事 讲什么 当然是CP号的事情了 面试的时候说了要运营CP号 我呢就给你们好好讲解一下 以证明你们没有选错人 好啊 过去吧 听一下 好啊 我这里呢有一些素材 想要让大家好好看一下 什么素材 这么专业 当然了 这可是我昨天晚上刻意剪出来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下 在座的这两位 薛文艾的水平 是 我要是不在意的话 我能第一时间 背后来找你吗 上来老大已经背叛我们了 什么背叛 是我没看出来好吧 可是昨天我说的 骆天一这么多画画 完了 完了 我去去了 反正我又没说 好 我们呢就先从沙发这一段 开始分析一起啊 这个画面一眼看上去 没有一个对的地方 门心自问 你们好意思吗 不 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 来 骆天一 不要开小柴 你自己看看你那猥琐的表情 我 我猥琐 可不是吗 还有你这姿势 你都快扑上去了 干吗 你这是耍流氓啊 薛文艾呢 是一门很克制的艺术 你这样子 会把人家女孩子给吓到的 对 吓死我了 你还说人家 人家呢 是笨 你这叫什么 不专业 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姿势 这扭曲成什么样 一点美感都没有 能不能再多有一点少女的 娇羞的感觉呀 所以说你这就是完全的不专业 对对对 太业余了 是呢 好 我们再接着看看 他们昨天晚上这个排练啊 排 对 排 排练 抱歉 你这是 你喝不喝水啊 看到这一半没有 你们的动作完全都不同步好不好 对 太不同步了 一个过于的猥琐 一个呢又过于的慌张 不是 我真的很猥琐吗 你 你觉得呢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看这儿 为什么要拿杯子挡住脸呢 你们两个可能是想表演出那种 欲拒还迎的感觉 可是 这完全是失败嘛 果然不好处理啊 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说 我们既然决定了要去做 修恩爱的CP网红这个方向 首先要把态度摆单正 不能够在那里 随随便便地自由发挥 对 有道理 你 现在的网友们呢 喜欢一对情侣 其实喜欢的是什么呢 喜欢的是 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 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CP感 如何做足 做得有意思 有特色 是我们大家啊 共同努力要去思考和计划的 对 我觉得不对 情侣之间的反应 难道不应该是由信而发的吗 哪有这么多门道 如果说都是这么居心叵测的设计 那不是欺骗大众吗 江大老板 我们现在出来是在做生意 肯定就要去遵守一些商业价值和商业规律嘛 不能够任由你去触发你自己的个人情感 我觉得有道理 我们消化一下 是吧 而且我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小问题而已 你就这个反应 那以后我们还怎么共事啊 擅长的事情一旦当做工作去做 也难免自我省事 很多习惯的事情也会变得很别扭 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 如此可教也 好了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看 接下来的那个接吻的那个片段吧 好 不用了 不用了 那好 这样吧 骆天一 你过来一下 既然你不愿意呢 就由我们两个示范一下 给你打个样吧 我 那那那那排面吧 我上楼楼核同去了 这怎么还跑呢 不过你们刚看到没有 刚刚她那个生气的表情啊 就非常的标准 拍出来一定很好看 这女主角都走了 我也没必要再讲下去了 吐司还有点恶 就怪某些人没有给我带早餐 你们那个网红计划咋样了 目前能看到的网红都有签约公司了 又独立又想谈合作的 基本上不好找 所以只能慢慢碰 我看你差不多也算个网红 净分力吧 我 不不不 我还差得远 每天看你那游戏直播的人 都有几万人 但是关注微博的人少啊 那我不怕 我把我微博账号送给你 这也能送 不是 说认真的啊 你觉得我也能当模特 模特啊 你还啊 你不够帅 我就是做网红太新了呀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想看你了 那不可能 我人见人爱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还真是挺招人爱的 你去哪儿啊 我突然想到 骆总让我去拜访一个蒙虫网红 我现在出发 那 那我也去 我真的没有想过今天 是新奇迹 整个脑海里 全都是你 放下一切去见你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在这晒晒晒天 ia no may ho may co twenty stay met my ically 第一 h sed 这间触碰的瞬间 期待你的反应 会有什么对话 你要去哪里啊 我能否跟着那 雨下的那么大 你又在哪里呢 如果此刻不能拥抱你 想呼吸没办法 我真的没有想过今天 是星期季 整个脑海里 全都是你 放下一切去见你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在冰冰冰天 你会跟着我 是星期季 所以你明白了吧 之前我是追想追得那么凶 要换做其他女孩啊 早就对我死心塌地 我只是不想伤害她们的心而已 你怎么了 你 不会对猫毛过敏吧 我也是第一次来重练 也不知道 什么 什么猫 没有 好 好 好看的猫 有问等于没问 你把微博的账号给我 我来帮你找 好吧 对给你 去脚落呆子吧 快 这也能够用啊 最近我好忙哦 怕冬瓜没有好好吃饭 所以带她来看一下 其实啊 也不用总来体检 冬瓜身体很好的 可是冬瓜的微博场景 也需要经常换一下嘛 是不是 冬瓜 冬瓜是我们的代言人 天天来都可以 是不是 我看现在这直播挺火的 你怎么不给冬瓜开个直播啊 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你出来啊 你别别别别 我不饶你啊 这是谁家的小猫啊 冬瓜 姐妹找谁 请问你们的负责人在哪儿 小Q妹 你 你不是 不好意思 看来冬瓜很喜欢你了 你是带宠物来做检查吗 哦 不 我 我 没 没养过猫 哦 没养过猫 那你是来挑宠物的咯 我跟你说 宠物跟人也是要看缘分的 比如冬瓜会来找你 平时它可高冷嘛 根本不厉害 吃饱了中心的东西 是 陆总 原谅我吧 你原谅我吧 可以啊 不过原谅什么呢 我们对陆总的总裁力 有了错误的低估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老板 牢牢地抓住了主动权 所以有点忘乎所以了 谈恋爱 有什么主动不主动 不过你们说 这个安吉拉她是故意的吧 她这招也太狠了 直接把咱们四个全部KO 她确实孤无怪怪的 肯定有问题 但是她可以帮助咱们呀 从昨天那件事 我们就已经吃了一次亏了 如果她昨天只是为了调侃我们 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咱们也不用太在意 那也要拿出好的策划案才行 没错 是这样的 不过 老大就这么上去了 你真的不安慰一下吗 我如果现在上去 可能会被砍死吧 都不容易啊 我去找你 发什么单啊 我没找到你的网红帽啊 你确定在这儿 确定 但 我没找到啊 那个 不用找了 我刚刚确认 那个网红已经签公司了 签约 什么公司啊 A姐的公司 她是我们的敌人 我也知道你不容易 但是 这次大速直播的主播资格 你还是没有办法通过 A姐 我都跟了零三年了 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 做网红很多时候要顺其自然 不能强求 你看你做的蒙宠账号 每天写写文章 发发照片 就有几十万粉丝关注 但是主播呢 讲究的是激进交流的能力 你的普通话 可是A姐 你不是说过 作为主播最重要的是技能 而不是什么完美的人 你的技能就是幕后策划 而不是台前表演啊 新媒体策划组那边 最近正空出一个组长的职位 你可以考虑一下 待遇不错 还有分红 好 我会考虑一下的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江朱朱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 我设计的三十二度内衣 她主要的 什么来着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江朱朱 我今天 你好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干吗呢 我在做直播 好难啊 来 我帮你 你看我刚才摸摸的都 都不好 你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江朱朱 来帮你重新调整一下 你坐下 你坐下 这样灯光好一点 这个构图可以吧 可以 可以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江朱朱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自己设计的 三十二度内 三十二度内 为什么我每次练着镜头说话 真的觉得很奇怪呢 你这样不行啊 感觉现在背词 你说我不要买个提磁器在旁边 好像也不太行 这不到底有什么窍门啊 来 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咱们先把刚才你说的那些整理一下 等一会儿老大外拍回来了 我们呢再出一个完整的推广策划方案 正好蹭一波栖息的热点 等等 你们老大都还没有准备好 你们俩急什么呀 我们呢一般都是用赶鸭子上架的战术 我们都是先战后座 让老大气候拿下 最后只能将计就计 我去 你现在这个文化素养真是越来越高了 要不干脆这个文案你来写得了 别别别 你一共有这么一丁点的本事 我还是让着你们 我跟你说啊 这个可妙可积极了 上次出手过陆丁一要分手的时候 就是她提出建议反对的 而她呢主要起到了拖后腿的作用 我这是风险把控 那我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你成不成了 是是是 要不是您啊 我这个月的工资都该泡汤了呢 安吉拉 你有什么计划 直接跟我们讲呗 我还在考虑上次说的那个 社会化事件的一个策划 考虑了目前很多模式觉得 测试题这个模式 应该是个很不错的点子 那是不是朋友圈转发那种啊 对 有了这种病毒式的传播之后呢 也会打开更多的销售渠道 还有直播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 最近在忙什么呢 帮了一家公司 你给我起的名啊真好 菲利斯啊 联融两轮 托您的福啊 你这是走了狗屎呢 有了资本的帮助 别说传统企业 就连A姐那样的大的网红公司 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最近当这个时尚教父 好像当得满资润的吗 这叫讲故事 不就是能吹嘛 吹着吹着还吹出一套理论出来 吹死 今天真热死我了 好累啊 你们还没走啊 不用按基拉做方案呢 那家伙也真是的 他想到一个点子 结果呢 六点钟的时候 他准时自己下班就走了 好啦 每个人的工作节奏不一样 也许他真的有事呢 我看一眼你们的策划 来 内衣运势分析 叮咕 开咱们PPT产出的还挺清晰的 不过我觉得现在思路是有了 但是你怎么可以确定 今天穿黄色的内衣 就适合跟喜欢的人共进晚餐 我觉得这不太科学 感觉像是瞎编的 就是他瞎编的 这哪儿要什么科学依据啊 但是如果是瞎编的话 那么代入感就会降低 分享率也会降低 咱们平时看那些朋友圈 分享的心灵测试啊什么的 看这不也都是瞎编的吗 然后就被封号了 你觉得星座怎么样 这个点子好 星座有自己的受众群 而且它的内容可以说得简单 也可以说得复杂 咱们把太阳 月亮 还有上升星座结合在一起 就非常立体了 我觉得咱现在 就可以联系一下 星座博主 对对对 这个太靠谱了 我和安吉拉赶紧准备一下 有个小麻 你帮我一下 我希望你去挑拨一下 A姐跟楚楚之间的关系 让A姐跟落实互相消耗一下 也行 你呢 不喜欢楚楚 我也不喜欢落天衣 他们两个现在捆绑在一起 也正好方便咱们一锅端了 放心 姐已经安排上了 这是什么 复仇者计划 这个是安吉拉说这么写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可能是模仿高层的秘密计划 这也太中二了 你想复仇吗 好 这也太中二了 我有一点 我去标志博主 你把这些车给和录制 你把这张照片拿出来 你把这张照片拿出来 我给你了 你把这张照片拿出来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你把这张照片拿出来 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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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楚楚 我要给大家那个介绍我的 楚楚啊 一会儿直播的时候啊 千万比他现在这样被搞砸 这样直播肯定就砸了 嗨 你好 你好 放那儿就行 路总 你身边这位该不会就是 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游戏主播吧 他 你 认识我 我当然认识你了 我看了你好多游戏视频呢 我跟你们说啊 他的游戏 那打得可真是 还是真的不打地 他属于搞笑范畴的 好 这个 不好意思 让各位见笑了啊 对 今天呢正好你在这儿 一会儿呢 楚楚要直播了 你呢就教教他 直播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 这个 直播嘛 我觉得还是应该 说说实话 大实话 大实话 会不会你们更能接受一些 他们想我推荐另外一款 我们的主打款 但是我自己内心比较偏爱这一款 他们不让我推荐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款的反弹率会比较慢一些 我这是刚刚开始直播新人 所以我要把我要说的东西写在纸上 老大怎么什么都说呀 还让你去试穿内衣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我们的销量反而还增加了 那还不是你这么拼呀 我可跟你说啊 以后不准再提这件事情 你们俩 你 你是幽灵吗 说什么呢 我们再问老大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啊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直播最大的难处 你肚子里要有真东西 因为你在直播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想 所以呢 就得说大实话 但其实我觉得内衣这件事情 是很健康的一件事情 完全可以摆到台面上来 大家一起讨论这件事情 小康妹 我觉得这个数据不错 我们可以跟进一下 这不是楚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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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年终大厨 我们就打版了她的货 要不这次算了吧 没事 你不用管了 反正具体的操作就是这样 你这请就好了 黄色 也许你今天性的颜色是粉色 你就穿这个颜色的内衣出去 然后就看看 我们快看看 这是什么 不楚楚刚发的欺骗了 这是谁的微博啊 哪家营销的私号 怎么这么多转发啊 都是A姐旗下的网红账号 太可耻了 又完没完了 干吗 去帮帮她呀 你帮 你现在有证据吗 还讲什么证据不证据的 这个时候 咱们就要比谁的转发量多 谁就赢了 我们要不要告诉我老板啊 等会她要下来直播 肯定要气死啊 但顶点 我们可以等楚楚下播以后 大家一起来商量商量吧 你都不着急的呢 着急有用吗 要解决问题 肯定要遵守市场规律嘛 小可妹 我们先走了 辛苦你还要直夜班 没关系 最好趁没人 我可以自己练练普通话 你们先走吧 拜拜 拜拜 真以为是自己普通话不好 做不了直播 还不是因为长得太想吃不够好看吗 这张照片怎么有点不对劲 累死了 头干血草 谢谢 怎么样 销量怎么样 销量倒是还可以 但是 但是咱们被倒出了 是A姐她吗 A姐 果然不出我所料 之前我就跟安吉拉商量好了 你想复仇吗 你已经猜到了 其实咱们的创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我就在我们图片上面都加了水印 没有想到A姐她们这么着急忙慌呢 把我们的图片直接搬运 检查都不检查一下也不批图 你看啊 这些内衣模特 每一个内衣模特的内衣的暗文上面 全都写着我姜楚楚的名字 老大 你也太机智了吧 这样咱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个图片去投诉她 投诉有什么用啊 我姜楚楚可不是吃素的 我忍他们很久 那你打算怎么弄啊 以牙还牙 我发现我们今天发的图片有问题 喂 大宇 喂 花花 你没有发图片 喂 喂 怎么样 你把这些图片全部都保存下来 然后发一个长微博 记得要有理有据地把整个事件的过程 全部都描述出来 要以被害者的角度去切入讲这件事情 趁他们没有反应 我们先在舆论上占据高地 然后再让粉丝一起转贴 如果说有网红朋友愿意声名我们的话 那就让几个大号一起转发 带一波节奏 剩下的事情就把它慢慢发酵吧 放心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样的 怎么办呢 我还是先把它删除了吧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呢 刚刚和平台的朋友通过电话了 他告诉我这个事情呢 他会优先当作侵权来处理 账号被冻结 无法登录 所以呢 他会把对方的账号关闭十二个小时 以用作调查 同时我们的证据也已经交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舆论战我们肯定会赢喽 那些晚上不会上热搜吧 对 这下热闹了 你们都怎么回事 没这样脑子吗 是我缺乏经验 没有考虑周到 是我缺乏经验 没有考虑周到 在谁手里不好啊 你非给我在楚楚手里啊 现在还有办法挽回吗 平台现在给的是封号三个月的处理 花花 你赶紧给我写一封道歉信 用我的微博发 然后责任由你来扛 小哥妹停职三个月 等女装节之后再回来 花花 新媒体部门暂时由你监管 好的 可是A姐 我不想出过女装节 你还说 把你手上的蒙宠账号也交出来 这属于公司的财产 交给花花打理 那我的冬瓜呢 你觉得呢 我知道了 我叫什么啊 她叫哈奇 好啊 她叫哈奇 对 然后后来 楼下帅哥很多好人下去看看 跨越平衡恋爱 来 所有的朋友们搭配 小黑 小白 香哥亲 对我们哈奇 一声 喜欢搭根 听到 喜欢搭根 你 就上去 就上去 就在这一刻 出发 都会 因为时间列车 永远 不会 为 水 停下 谋面 当我们又再一次 回头 看 所有悲伤的夜晚 都已经变得平淡 人生像一座孤单 被海浪重新过往 在无尽的黑夜里 点亮一盏希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还是我翻唱 这总感觉有一点轻妙 停止不了想你的微笑 明明我很讨厌 却在想念 你 在想念 就是爱 恒着我 我的心动很好 你是否能感受得到 Love I do 一个心在加速光飘 这份心动很好 我想你能够明了 Love I do 似续突然开始发生 Love Oh I do Love Oh I do 一个心在加速光飘 Love Oh I do Love Oh I do Yeah Oh I I I 像夏天的花 像初雪飘散 像春风亲吻着我面颊 怎么会对她 竟有了牵挂 还是我反差 这种感觉有一点轻妙 停止不了想你的微笑 明明我很讨厌 却在想念 你在想念 能当成就是爱 空着我的心动很好 你是否能感受得到 Love I do 一个心在加速光飘 这份心动很好 我想你能够明了 Love I do 你能不能一度 我还会让你 是 在这种感觉 你是 未经历的 或者岁容 或